我会讲一些Smart Autobus 常见的问题 大家都会问到 首先怎么使用Smart Autobus 它其实跟实体的白链是一模一样的 记住最高是3000元的储值链 还有超过三年没用就要收钱 还有跟实体卡一样是不需要网络的 那是不是所有白链都可以转做Smart Autobus 智能白链呢 是只有不记名租用版的成人和长者白链通 或者个人租用版成人长者白链通才可以转其他下列的 例如个人白链通一些学生的白链通 员工的白链通是不可以转换做智能白链通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白链通有很多优惠或者服务 例如门禁那些可不可以转换至Smart Autobus 其实大部分的功能都可以转换 除了停车场时租月租服务 还有港铁泊车转程计划不可以转 其他都可以转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转了Smart Autobus 可不可以用实体卡啊 或者转了之后可不可以转成实体卡啊 还有什么时候才可以转做Smart Autobus 第一个问题 转了Smart Autobus 是不可以用实体白链通的 你只可以用虚拟版的白链通 还有转了就回不了转头了 複数难受 还有不可以乘地铁进门之后 就是乘地铁进门之后转 会影响你的入门记录的 如果手机没电 还用不使用Smart Autobus 那它跟Samsung Play都差不多的 只要是iPhone XS打后的新的iPhone Apple Watch模式 就可以继续用 它的电池 而省电模式 即是你关机都可以转到白链通的 或者没电都可以转到白链通 最长有5小时的使用时间 如果我重新了手机 或者删除了Apps 不见了资料可不可以用回 其实可以的 因为Smart Autobus是绑住了在iCloud网上云端的 你只要登入就有资料了 那怎样报失呢 或者不见了电话怎么办呢 那你去iCloud.com 找到尋找我的手机的时候 那个 到锁定的装置 那你找回 就可以登入 用一张卡 如果你不见了 你删除了资料 那你也可以 用iCloud登入 就可以用回白链通 那 喜欢我的影片 记住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和分享出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